皇上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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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臭龙小弟居然不理我 师叔姑娘 注意你的仪态 在皇上眼前失一失大罪 我的两条腿都在弹棉花了 我根本站不动 站不动就跪着 你怎么能这样不成样子的 坐在地上呢 快起来 快呀 李德福 奴才在 去看一眼朕的药间好了没有 喳 龙小弟 咱俩好有缘啊 不愧是结拜的兄弟 你看 你也在吃药 我也在吃药 我受风寒了 我刚来之前我哥哥给我准备了一大碗药 我刚喝了呢 龙小弟 龙小弟 我知道你生我气了 你可以生我气 但是你能不能别不理我呀 好吧 既然皇上不想看到我 觉得我在这里爱你一眼 那我走就是了 我走了啊 你 你要过来你就输了 我在催动内里 避他冷汗处 我 是不是大不管人的毒性发作了 嗯 哎 下面还要喝了 嗯 怎么样 好些了吗 你不顺我气了 龙小弟 嗯 我听李公公说 你昨天又熬到四今天啊 你身体本来就生病了 这么熬下去哪能吃得消啊 你不是那么讨厌朕 有排斥朕 还假惺惺地来关心朕干吗 你笑什么 没有啊 我就是觉得 我觉得龙小弟很可爱 在大臣面前威风铃铃的样子 原来也有像孩子一样 赌气的时候 不过你跟我赌气啊 那你就输定了 从小到大 我爹 我师父 我的兄弟姐妹 他们跟我赌气 每一个人能赢 都被我气得半死 所以 你还是别跟我赌气啊 是啊 你这赌气的能耐是很厉害 你想到那天被你推入荷花池 朕就气得胸口疼 好了好了 龙小弟 别生气了 我给你扔扔 好点了吗 老板 刚刚突然对我这么温柔 无事显殷勤 飞奸几道 说吧 你要打什么注意 我就说过皇上是天底下最难伺候的人 跟你保持距离吧 你说我对你冷淡 我对你好吧 你说我别有用心 那你让我怎么办啊 说来说去还是真的错啊 别别别 不是您的错 皇上是天底下最聪明最正义的 什么都是你对 是我不对 错就错在 我一心把你当成兄弟 而且为你出生入死 为你挡刀子 但我却没有办法装成痴情淑女 去骗取你的宠爱 朕已经明白了 你只是把朕当成兄弟 罢了 君子皆知在得 朕不应该太贪心了 放心吧 以后朕不会再勉强你了 你不认识